赵丽颖凭风吹半夏拿下飞天奖事后 八五花已经彻底配不上她了 风吹半夏 赵丽颖 飞天事后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 沉淀下来继续出发 赵丽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 从农村出生的小姑娘来说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实属不异 当年因为上一节目 喝水被骂滚出一个圈时 她自己说 当你做的不够好时 做什么都会被骂 多年前的赵丽颖 当时她反思自己 要少说话多做事 而随着她不断拍出好作品 在行业内地位的提升 已经能直接地把缺点变成特点了 都要叫我赵小刀 他们说我说话带刀 然后是他们认为的 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么觉得 然后非要让我把这把扇子给您 他们怕我就是可能无意间就向您 扔飞刀 发死了 赵丽颖是初代甜妹无疑了 有多少女孩子曾经被赵丽颖的丸子头安利到啊 不只是可爱的甜妹 她在团宗里的表现也是可爱到爆 赵丽颖对虫子是有执念的 吃蚕有易如反掌 吃货身份是藏不住了 这反差感拉满了 吃过吗 吃过呀 你吃过呀 油炸进去 我可爱吃了 你可能以为赵丽颖吃东西是这样的 实际上吃东西是这样的 喜欢看赵丽颖吃东西 能吃是福吃麻麻香 这孩子小时候吃饭得多省心啊 古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今有赵丽颖整顿中餐厅 女人做的地方叽叽呱呱的 但是男人做的地方也挺叽叽呱呱的 赵小刀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赵丽颖这小玩意儿这么可爱 连周一维和小丽哥也觉得她很可爱吧 像个大哥哥看着妹妹放糊涂 宠丽的摸摸头 赵丽颖和谢娜的友情无人不知吧 他们一起在蘑菇屋里的欢声笑语 我想这就是朋友的意义 一个在闹一个在笑 对 就是什么都不干 做点什么事 什么都不要干 我们两个通电话 那个他说 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过奖后谢娜第一时间 留言祝贺二弟牛 这简单的三个字 让网友们特别为这对好友点赞 称赞他们的友情为最好的大哥二弟 赵丽颖的新电影《一火之路》 在电影中的反差感 算是让赵丽颖完明白了 我以为的李红英 实际上的李红英 赵姐这人设一点不太重量的 演谁像谁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影 赵丽颖从默默无闻的笼套 凭借对每一个角色细腻的演绎 创造出无数丰满的人物角色 在他身上看到的 是踏踏实实的钻研 这里的台词都印证在 现实的他身上了 春天会来的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 我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事情 你会落到我的头上 就坚信许班下的一句台词 我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但是今天 我的愿望成真了 我从不许愿违 都可以考虑 那就帮我 用只是从不许愿违 你就不太许愿违 соответ程恤